曾佩茨去年11月被拍到和背心黑壮男骑机车约会 他今16日更报喜在脸书晒出婚纱照 并写道他有太太 我有先生了 祝我们幸福 耶 正是生格人妻的他 也透过经纪公司分享被求婚的过程 笑称自己哭到很离谱 人生从没这么感动过 当晚老公Peter把两人熟悉的朋友都找来 并埋伏在曾佩茨家 一同见证先生下跪求婚的时刻 现场布置了蜡烛 气球还有花 Peter则弹着吉他自弹自唱 更一度唱到哽咽 曾佩茨见状也被感动到不断暴哭 事后连他自己回想都忍不住 觉得哭到很离谱 直呼 人生从没这么感动过 曾佩茨表示 自己是个个性低调的人 加上先生又是圈外人 所以他很想好好保护对方 结婚之后 他依旧会在工作领域继续努力 这方面先生也全力支持着他 曾佩茨说 我很开心遇到一个想要相伴一生的人 我们从以前就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更成为彼此人生道路上的另一半 曾佩茨开心说 我很开心遇到一个想要相伴一生的人 我们从以前就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更成为彼此人生道路上的另一半 很期待未来携手共进的日子 也透露两人从去年春天就有结婚的共识 被问及是否双喜灵门怀孕了 他则说 现在也没有怀孕 这不可疑 你爱你 因为我都在来 下词